8月18日超過170萬港人集會反送中 台灣朝也呼籲北京與港府以誠意化解衝突 不要做出錯誤判斷 川普表示中國華為存在國安威脅 美國將可能完全不與華為做生意 川普證實批准出售台灣F16V新戰機 這批性能可直逼第五代戰機 近日傳出柯文哲與蔡衍明關係匪淺 官長陳志漢直言對柯文哲非常失望 更詳細新聞內容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節八點新聞